像阿葉那個團叫什麼 Trash Trash 現在很成功 票都賣光 還沒出來賣光 他也可以分開來賣 阿葉自己 個人的 跟Trash的 這個熬了多少年了 應該很久了 他們第一張專輯之前是在KEDA都訓練 在我學校都訓練 訓練他們的肢體 訓練他們的舞台延伸 訓練他們的談話 訓練他們整團在一起做的時候 肢體上面的控制 那 看他們有今天我覺得很棒 可是有幾個年輕人可以這樣誠實 熬到今天 八年 他的經紀人以前是在點選 從第一張就是同事 到現在是他經紀人 第一張是媽媽跑宣傳 所以 這個過程是很長的 那老師因為剛才有談到那個 就算是經紀人其實在台灣沒有一個很健全的制度或敲門磚嗎 那老師會怎麼建議說 在這個時代可能要怎麼樣從事進入這個行業 OK 在現在這個自媒體的時代 怎麼做經濟這個職位或者是職能 我認為第一個是 你可能要具備一定的法律知識 OK 這個是基礎 我當年從製作轉做經濟 有一個很奇怪的原因 庫爾 一開始 開這個公司的時候是三個partner 是三 我就想說兩個人可能會不好 所以三個人是比較好的 也就是會聽得到比較公正的意見 那 我們三個都是製作出身 一個是我 一個是小馬 一個是林徽斌 林徽斌就後來的TCPAC的老闆 開了一家公交21公克 小馬開了一家公交ONE的音樂 最早我們都是庫爾的partner 那他們兩個人比較想做音樂 那反而 因為我在磨研的環境 太多機會都做自己想做的音樂 不太是企劃主導的製作人 而是製作主導的音樂人 那個有點不一樣 台灣過去唱片產業分兩塊 一塊是企劃主導 就ANR主導很明顯 然後藝人去做 就做一個偶像 是企劃想要的一個 比如王力宏 他要的方向 所以製作人呢 他就會去找能夠做這樣歌的人 去做企劃的要求 企劃工資預算 磨研是製作工資預算 統統是由製作物來決定 做完了東西再給企劃聽 你在想辦法包裝 不管你想什麼 你總是要 從各式各樣的國家 各式各樣的作品裡面去找到 你認為可以參考的內容 包括文字能力 包括視覺 MV 封面拍照等等 所以我做創作為主的做很久 那他們兩位都是被主導的 企劃主導 所以難得有自己的藝人 自己的公司 我當然要做自己想做的音樂啊 所以我們三個人就討論了一下 就說小孩你去做經濟 他們兩個就做製作 我就莫名其妙開始 就負責經濟這個項目 那這個就回溯到剛剛你的問題 我一開始做經濟的時候 是因為我有藝人 所以我就會去想我的gold是什麼 我的目標是 幫這五個人都能夠彈到唱片公司 去發片 那我有production的能力 所以我要簽production house的deal 而不是artist 藝人的deal 那當年唱片公司最賺錢的是唱片 他目標也不在經濟 所以他不管經濟 因此經濟公司就有生存空間 全經濟就是我們的 那我們可以跟他們公司談一個share 就是如果有人打到環球 有人打到8866 去談我們的藝人的case 那只要經過你們 我就幫你保留一定的趴數 我們收入的可能10%到20% 看案子 那去share回去給你們的公司 那唱片公司通常覺得麻煩 因為他沒有一個專門的部門 去消化這個預算 電話打過來是所有人都能接的 所以他們後來還是pass 回給經濟公司 由經濟公司來談 那這個的好處是 我由於5個藝人 所以很快速的時間 我就會碰到不同的專案 跟不同的廣告 不同的平面 不同的報導 不同的商品等等 你在這個過程中 甚至戲劇 後來甚至舞台劇 我們談那個雪狼狐 張學友有一個歌劇叫雪狼狐 雪狼狐第一個演那個女主角 叫小雪的是林毅蓮 後來找了許惠心 那那個不得了一次都是 兩年八十場 哇很多 全球巡迴 而且計價都美金 所以金額很高 合約很細 每個國家每個國家的合約 規範 規範 好 所以我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必須去看合約 然後必須去了解 戲劇約長怎麼樣 廣告約長怎麼樣 平面怎麼樣 怎麼去 計費 所以我的經驗不太一樣是 被強迫做經濟 進而做經濟是直接就上線 在案子中盡量的思考再三不出錯 慢慢做到 讓庫爾做到今天 就是從 2001年做到 2001年做到現在 2000年做到現在 20年的公司 23年了 23年 那能夠做這麼久 到現在還有一些經濟專案會合作 就不是我自己的藝人 就不是我自己的藝人 可能別人的藝人 我去幫忙做 比方說 比方說 Promoter 談大陸整合20家 做20場包場 那中間會有佣金 這個都是一路做下來的經驗 包含有些人拍廣告會找我 廠商會找我 看我能不能幫忙介紹什麼藝人 介紹蕭敬騰去演出 或介紹金城武去拍 那個按摩椅啊 後來介紹成張惠妹 張惠 就等等的 我已經不需要 就是自己不用經營人 可能只是幫忙 引建 幫忙引建 幫忙介紹 跟搞定一些事情 包含幫他看合約 就會有一些收入來源 好那這是我的經驗 可是 如果要給一個新生代的 在這個時代的人的經驗 我覺得你沒有時間去 慢慢學習 你可能立刻就要具備一些 法律上的常識 對 就合約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一開始幫張惠 談合約的時候 談了12張合約 尤其12家唱片公司 都願意簽他 而且 都沒看過他 哇 就沒有看到藝人 光憑三寸不爛之捨 因為那個時候 我已經有許惠心 出去了 許承佩出去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消消的案子是 許常哲只是聽說 許常哲說 你聽說你還有個藝人 從香港來 聲音怎麼樣 我說聲音超屌 像王菲 他說矜持我寫的 他說他可以唱 他說OK 小孩我們簽吧 你還沒看到人 你覺得漂亮就好 可是我覺得不錯 他是另外一個許惠心 只是不同的風格 那我們就合作吧 是沒有見到人 8866就出了很優越的條件 簽了 消消 那 當時 我們本來也沒有要把張璇 簽到8866 8866是許常哲的公司 8866的母公司是葛萊美 他是G&M 泰國最大的 其實他也是亞洲最大的 泰國那個最大的公司 他只有一家 泰國只有一家公司 就是全國的 全包這樣 全國所有的音樂 都跟葛萊美有關 所以他很大 日本你看大家都會分調 你可能是艾輝 你可能是 日本的EMI 可能日本的公司 有那麼多商品公司 就分市場 泰國只有一家 OK 所以他最大 獨大 獨大 那 8866也提了很好的條件 就是 簽張璇 可是在之前 張璇簽了12張合約 12張合約呢 一回來 12張都長不一樣 有一些條文是相同 可是又有一些條文是不一樣 你就會去研究 因為12張你要去看 每個的條件怎麼講 怎麼談 他們有什麼樣的態度 那 其實你看合約 看得出公司的態度 在裡面你就會發現 這個條文是這樣 不合理 這個條文是可以修的 這個條文怎麼樣 很快速的 我藉由這些藝人的合約 進而 我會知道怎麼去 給他好的條件 藉由合約的範本 來幫藝人爭取到最好的條件 對 這個就是經紀人要做的 所以回過頭來看 今天一個新的 完全沒有任何經驗的人想做經濟 他可能第一個能夠嵌入的點是 他在法律上的了解 藉由幫你的藝人去談到合作的時候 能夠有更多的保障 他才會直接在business上面信任 對 對不對 那當然經紀人 有人是很機車的經紀人 有人是講話很苛刻的 有的人是要求非常嚴格的 對他的藝人要求很嚴格 拜拜走 個性的部分我們先不討論 第二個很需要具備的是 他必須知道他要簽的藝人要賣到哪裡 OK 這一點非常重要 也就是你今天看到一個藝人 一個新人 他也許只是一個自媒體的網紅 可是他具有很自然的一些本質 也許他有唱歌 也許他有在對鏡頭講話的時候 他的眼神讓你覺得是專注的 是有魅力的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想 他可以推唱片公司 那我跟唱片公司要share他的經紀合約 他可能可以繼續去做 他自己的youtuber也好 他的procast也好 他的經營自己的平台也好 可是這個平台怎麼樣讓他得到更多的受眾 你等於要經營他 那經營他有一種最好的打法 其實是藉由廠商來做合作 然後讓他的知名度增加 而不是只有一個平台 我舉個例子 但是許惠欣對你來說年紀太大了 當年他第一年發片前 我就談了四個廣告 那這四個廣告怎麼談的 就只有許惠欣的那張照片 他跟熊 而且講故事 講給廠商聽 說他基本上 因為這樣簽到商品公司 他能跳 能翻 他有點陽味 而且當時韓國的明星都長這個樣 韓國人喜歡這樣的臉 那馬上又回到另外一個點 你又不認識廠商 你怎麼去找廠商 廣告廠商的上端 是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負責的是品牌端 今天我可能是BMW 我可能是 家喻西服 我可能是 聯華的食品 這些廠商端 對他們來講 他們通常是找公關公司 去幫他們做整個企業形象的維持 包含現在在網路上面 有人罵他就趕快 反擊這樣 聯華沒有人處理這個 會有公關公司處理 那公關公司跟廠商之間 本來就是一種良好的互動關係 他等於每一年罵他當公關顧問 這個時候他們的廣告 就會由公關公司去引見 哪個導演不錯 哪個廣告公司不錯 你今年預算比較多 要不要給澳美 預算比較少 要不要給哪一家 它不是由聯華自己去想 是由公關公司提供的 那當你知道了一個這樣的過程以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重點在公關公司 所以我就去公關公司敲門 我帶著肖肖跟許慧欣的資料 去敲了一家叫做 那個老闆叫溫小紅 溫小紅現在是時尚教主 我為什麼當初去敲他們的門 知聲 知是知識的知 知道的知 聲是聲論的聲 知聲公關 我為什麼知道他 是因為許常德有一次跟我提到說 溫小紅很優秀 他有跟很多品牌都很熟 我就查了那個 那個時候還是網路還沒有那麼那個 我就查了Yellow Page 知道他們公司的住址 打了電話去是約不到的 直接本身去 那我把名片設計得很特別 就我的名片是透明的壓克力的 那一張五塊錢很貴 可是名片上面就有我的耳朵 康爾 然後很有特色 我帶去知聲公關 在櫃台給他們 說希望能夠跟總經理見面 說你有約嗎 我說沒有約 他說那總經理沒時間 我說是這樣的 我是我這兩個藝人都已經簽到唱片公司了 我希望能夠跟知聲公關談談有沒有合作的空間 務必幫我傳達 傳達了以後他們說溫小姐現在在開會 可能會開很晚 你要不要明天或後天再來 我說沒關係我在這等 所以我談 許惠心跟蕭蕭的時候 在知聲公關拍 就坐在門口的沙發 坐了六個小時 那時候手機還不能上網 所以坐著就看進進出出的人 然後喝水跟他喝了十幾杯 我在這等 等了六個小時以後 他本來只能給我十五分鐘 因為晚餐我週五就到 本來只能給我十五分鐘 後來聽我講聊 我叫許惠心講蕭蕭 給他看照片 跟他講唱片公司會租多少錢 來去栽培這兩個藝人 也就是唱片公司會有宣傳費 大量的宣傳費 如果你的廠商也能夠用它 可以互相 你可以用比較低的價格 就取得唱片公司力捧的人 那那個對廠商來說會覺得 很有力 我用那麼低的金額 就可以做到這麼好的 就可以用到這麼好的藝人來代言 那這個是好事 對他也好 對我也好 對藝人也好 對唱片公司也好 基本上是四以五 所以當我講完以後 溫小洪後來就說 我們後來聊了一個多鐘頭 他說小韓很高興認識你 從來沒有唱片公司 或經營公司的人找過他 從來沒有 我是第一個 因為找他的就是廠商 要不就導演 就跟公關相關的東西 怎麼會有個經營公司去找他 對他來講非常unique 我到今天為止 都跟他跟他弟弟是好朋友 就從那一次拜訪 之前我不認識 所以我們聊了一個多鐘頭 他幫蕭蕭後來介紹了一個 鑽石的案子 一個嬌生的騎腳踏車 嬌生的廣告量很大 靠得住 衛生棉 衛生棉的廣告大 大家都會覺得這是誰 我們用很低的代言費 那個時候新人代言大約30萬 唱片公司新人 30萬起跳 我只跟他們拿10萬 為什麼我要拿10萬 鑽石的廣告很多 鑽石很久遠 一顆有流傳 鑽石會幫蕭蕭提升 它的價值絕對不值 不值這少的20萬 那那個 有一家公司 P&G就是做衛生棉 做以前的薯條 品客洋芋片 品客 P&G還做肥皂 P&G還做洗髮精 做很多東西 P&G這家公司是 代理了很多日常用品 的一家大公司 所以P&G給了我們好幾個案子 靠得住就是 因為我們用比較低的價錢 所以他反而就覺得 那我現在用這個新人 我連用三次 我才30萬 我現在去用一個 別的商品公司新人 一次就要30萬 那我不能用三次 可是對我來說 三次是很好的曝光 我都接 我又是全經濟 我就說服藝人 藝人也同意 所以在許惠心 還沒發片之前 就大概三支到四支廣告 蕭蕭就兩支廣告 而且我要求他們說 底下什麼都不要寫什麼 玉女紅心 不要就許惠心 而且我不要簽名檔 我要看得到名字 許惠心 蕭蕭我要名字 那那一年呢 剛剛講的靠得住 跟許惠心拍那個 實際時代 電動腕 手遊 叫實際時代 還穿古代 穿成野蠻人的衣服 OK 他們兩個人同時 讓廠商 廣告商 買了那個 新生吧 新生捷運站 中校新生 中校新生捷運站 有一個很長很長的電伏梯 對 一邊是蕭蕭 一邊是許惠心 喔 我坐那個手扶梯 上上下下大概二十次 驕傲 坐上去 哇蕭蕭 自家藝人耶 兩個都我的 兩個都我的 沒有人知道他不是誰 都是新人 所以那個經營的方式 我覺得是可以分享的一個經驗 如果一個新人要開始做經濟 你不知道廠商在哪裡 那是你的問題 你不能等到藝人紅了再有廠商 要主動 對 藝人就會覺得那是我的關係 你只是被談的人 你只是幫我談的人 你的價值就沒有了 可是從零開始你去談 這個才是經濟啊 就跟跑保險一樣啊 何況我輕鬆多了 我的客戶只有一個 我跑了溫小紅 後來要去跑別人 可是溫小紅那時候只有我 我只有他一個人 他就把我介紹了那麼多廣告 因為公安公司跟他們都是熟 那這個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 經濟你要去開發你藝人跟廠商合作的客人 進而讓這些合作的廣告也好 合作的廠商也好 幫你把藝人的知名度炒高 對 你只靠你自己的 哪哪 YouTube Procast 這個是不夠的 Instagram是不夠的 必須要靠別人用錢去炸出來 這第二個 第三個很重要的是 當你在做這些事的同時呢 你要有無比的熱忱 我覺得任何新人都要考慮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沒有一個事是簡單的 好的經紀人呢 以我自己為例 我曾經月收入一千七百萬 一千七百萬 那當然是因為我是Platian House 我的五組藝人都出去了 我們會收得到很多的預付版稅 我們會收得到很多的簽約的費用等等 所以當我們share掉以後 公司的年營業額 基本上絕對超過好幾個億 Platian House跟唱片公司的拆分 它不是分什麼 藝人抽十塊錢 每賣一張CD 十塊錢 然後藝人拿八塊 公司拿兩塊 你賣一萬張公司賺 這兩萬 你賺八萬 這沒有意義啊 Platian House基本上抽十二% 到十五% 那你用十五%來看 它的毛利是什麼 一個CD 出去外面的費用是兩百塊 成品賣三百二 小賣店賣三百 或者是兩百八 不管 它出去兩百到兩百五 不定 不一定看製作成本 你用兩百五來看 你每賣一張 他裡面的百分之十就是二十五塊 百分之十五就是 將近四十塊 OK 所以當你賣一張四十塊 徐慧欣賣十萬張的時候 哇 哇 就是四千萬 就是四千萬 那 這些收入扣掉給他的唱醜 公司的收入就很高 Platian House的優勢在這裡 它不是由單一藝人簽約 而是整個製作物幫他加分 我們把製作物做好 所以 有這些好歌 有七月七日清 有孤單芭蕾 有快樂為主 快樂為主還封文三寫 就是有這些歌的支撐 是Platian House的功勞 所以他有Platian House 來取得最大的資格 那我是公司老闆 所以我就可以分紅 金額就會大 但不是每個月都一千七百萬嗎 就是最好的一個月收入 哇一千七百萬 每個月還是幾十萬幾十萬的收 那可是也有做經濟的是一個月 自己倒賠個五萬塊八萬 這個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他一直在投資議員 亂投資 所以 最好的方法是 你要有很極高的熱忱 把它想成 我的工作其實已經比做保險 做汽車銷售 做房屋銷售 要來得容易得多 其實都是銷售 只是我銷售的是人 對 而他的產值很高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如果再沒有那個熱忱 就不會想 沒有意義啊 你做這個事幹嘛 你不如去賣車 對不對 我在學校上課 會跟大家介紹這個片子 那個Jerry McGuire 征服琴海 對 我就希望大家能夠看那個征服琴海 裡面那個老黑 一直跟Tom Cruise 一直跟他講說 Show me the coin Show me the coin Coin 講的就是寬勇 就講的是銅錢 Show me the money 意思是這個 你幫我賺到錢了 我就覺得這個經濟很棒 那賺到錢的前提是 知之不倦 一直不停的 用很大的熱忱去做這個事 所以我 嚴格講的話 我覺得就三點 法律 你必須有法律的知識 第二個 你要知道怎麼去賣 第三個 無盡的熱忱 無盡的熱忱 除了面對廠商 客戶 不同的銷售端 很重要的 還有面對藝人 當一個人 他變成藝人的同時 你要把他想成藝 藝人 不是殘藝的藝人 是不一樣的人 藝藝 藝藝藝藏人的藝 他已經跟一般人的邏輯不一樣 藝人大部分會思考到 他的演藝生涯有限 就我現在紅了 我還能紅多久 我們現在可能都 聖結石到哪去 他曾經很紅 曾經超級紅 但他現在就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那個 他的原來的工業位置 大家去想一想 蔡阿嘎雖然到日本去被人家罵到臭頭 他還是有他的位置 他的廣告量還是很大 這群人是不是 對 也還有他的量 那當然台灣最厲害的網紅都在搞政治 那是另外一件事 館長 那是另外一件事 可是主要的在做 所謂的YouTuber的這一塊 他也都是藝人 他也都是藝人 只是在經營他的人 你憑什麼經營他 你有沒有剛剛講的以上三點的人力 如果有 Just do it 去做 其他的我覺得是可以靠經驗的 比方說我們講 世人之術 就是心態 你怎麼去看這個材料 好不好 你怎麼去看怎麼幫他 無論他今天是 什麼樣的外在 比如說女人 一個女孩子 這個前途後竅 各方面都很 看起來很性感 可是一講話很粗 大家明天記得看我的網頁 他沒有魅力 沒有魅力怎麼辦 可不可以訓練 可以 瑪麗蓮夢露講話也很粗 那瑪麗蓮夢露也是比較低嗓子 那可是他會用尾音 你可不可以訓練你的藝人 把尾音做得性感一點 低層的性感 那這就是特色 如果你讓他直接面對鏡頭 發揮他現在的他 那就是災難 所以你不是只有發掘人 你還要去教育 或者是指點 或者是給予最好的忠告 他如果不願意做 那你的下一步要做什麼 你的Next Step In case你要怎麼去 說服他 或者是怎麼去幫助他 這些都是 身為一個經紀人要去思考 老師會覺得 當如果是歌手的經紀人的話 會需要音樂的 或是對於音樂的 市場的敏感度 會有 這兩點會有需要嗎 老實說這一點我其實 它有一個前提喔 台灣的整體環境 沒有韓國跟日本健康 他的台灣人 嚴格講華人市場 對於聲音的要求 也沒有像歐美那麼的堅持 買黑膠是一個趨勢 可是你不會買黑膠 用新人的黑膠 都是要買蔡琴的黑膠 什麼鄧麗君的黑膠 經典的 經典的 那你不認為現在有經典 所以換句話講 我認為台灣的音樂 環境 是不適合一個經紀人去待的 因為他的收入不會高 他沒有收入來源 他做這個事情就不會持久 他必須把它做成名人 嗯 把它做成 具有一定的value之後 藉由演唱會 來獲得 主要的獲益來源 那當然 演唱會是獲益來源 剛剛講的 要把它捧紅的過程 你也必須要具備 去談廠商 去合作的可能嘛 你如果今天能夠談到 王者傳說 王者 對 王者之見 王者傳說 王者傳奇這種 他 尤其現在電玩的廣告 一下就下 十千萬 那個燒的不得了 他可以做 AI做出的 他可以做各種的使用 那 剛剛講到 現在捷運站 你看到也是電玩為主 對不對 就大部分是這種直播的 電玩類 那 手遊類 對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不太可能 只是光靠音樂 獲益 在華人市場 那我剛剛講 他對品質也不太要求 所以MP3 隨時都可以下載 所以YouTube 隨時可以轉成MP3 他就放他手機了 他不需要付費 那不需要付費 經濟就跟我們賺不到錢 藝人也賺不到錢 對 所以 我認為台灣的音樂經濟人 還要思考跟觀望 要等到更成熟的時候 再來做這件事 現階段 你變得是要做藝人 你不能做歌手 歌手靠補助耶 台灣很奇怪 台灣連 公家單位 從資撤會到文化部到文化局 他沒有 補助 單一藝人的計畫 你有沒有發現 對 都是樂團 對 因為樂團都支持執政黨 所以 他們取消於支持樂團 那 這個很荒謬 全世界 玩獨立樂團的 都是反政府 只有台灣是支持政府 OK 所以他就一直給錢 給這些樂團 而樂團 事實上 要到 從主團到成熟 需要很多奇怪的蛻變 很多不同的意見 很多不同的撞擊 才可以變成一個樂團 一個成功的樂團 像阿葉那個團叫什麼 Trash Trash 現在很成功 票都賣光 還沒出來賣光 他也可以分開來賣 阿葉自己 個人的 跟Trash的 這個 熬了多少年 應該 很久了耶 他們從出道到現在蠻久了 他們第一張專輯之前 是在KEDA做訓練 在我學校做訓練 訓練他們的肢體 訓練他們的舞台延伸 訓練他們的談話 訓練他們整團在一起做的時候 肢體上面的控制 那 看他們有今天 我覺得很棒 可是有幾個年輕人 可以這樣誠實 熬到今天 八年 他的經紀人 羅一帆 以前是在 在點選 從第一張就是同事 到現在 是他經紀人 第一張就把他們跑宣傳 所以 這個過程是很長的 以 工作來講 是不合理的 時長也很長 對 不像是一般可以 遭九晚五 或是之類的 對 是 所以在音樂的部分 我比較 我比較悲觀 他要設法做藝人的 如果現在一個新的經紀人 你要設法做這個新人 音樂人也好 創作人也好 你要設法做他的多角經營 你不能只靠唱片 只靠音樂 只靠音樂 不可能 不可能 那老師怎麼會 會怎麼看待 現在比較 分鐘化的時代 就是音樂上需要有 什麼樣的改變嗎 或者是什麼樣的變化嗎 我個人認為關鍵是在系統 系統 也就是在政府 當然很遺憾 玩音樂是 音樂人的事 不關政府的事 可是政府在支持這個 整個 整個音樂產業的過程裡面 是懵的跟笨的 所以他並沒有改善 當他沒有改善的情況之下 反而成為一個bug 會主導人前進 獨立音樂 沒有一個國家在補助 你有聽過英國的 國家在補助英國的樂團嗎 不可能的 這不需要 樂團要靠自己 而且他出來就會罵政府 而不是政府一直給你錢 然後大家一直拿著錢去做製作 然後製作物出來 又沒有符合觀眾需求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所以我認為系統的建立 是政府的腦子先清楚 他在做這個系統的時候 才會有可能有好的結果 而不是政府不支持 你自己在做 然後政府一天到晚在 後面等於拉你的牆角 你知道就 很難做 我認為很難 那老師 如果 我想說 想問老師說 老師認為說 假如說像今天五月天 他們這樣的 團體的音樂 放到現在的話 老師覺得 會紅嗎 還是會 還是會 那老師認為 紅的 紅 怎麼樣 在這個世代能夠紅 或是 那這樣講 他 好的作品 他是會 穿透人心的 他是會讓你 第一次聽到就覺得很好聽 我們現在抖音常常有這種 別人貼貼貼 而且蠻好聽的 然後去查整首歌 像我第一次聽到我們不一樣 這歌好詭異喔 李宗生寫的嗎 不是 我們不一樣是 大壯 我們不一樣 夠爽 可是那個很適合 喝酒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一起唱 爽 男人一起唱 他的大陸就很紅 那 他有沒有 被什麼 很好的鋪陳 或者經濟很好的操作 沒有啊 就抖音人家覺得好玩 就丟了 丟了然後大家覺得好聽 就一直用 現在這個世代 有一陣子大家都在那邊挖呀挖呀挖 有沒有 每個人都在挖呀挖呀 花園裡面 這個 然後 一堆人就罵那個女生 罵那個老師說 你不是原創 他說我從來不是原創 他這是教材 本來就是教材 那紅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表情 小孩子的反應 他的可愛 一下子幾個億耶 上去點閱 那 歌紅了沒 紅了 人紅了沒 紅了 有沒有收入 有 他直播的時候有收入 可是歌有沒有收入 沒有 沒有 因為是周杰倫的 他是用周杰倫的那個嘛 是 聽媽媽的話 是用他的那個hook 對 所以用那個hook 那個編曲 本來就不用付費 不用 這個 沒得選 就是 就是 我認為 不論老歌還是新歌 只要歌是好的 就會 就會有機會 就會有機會 沒有 這一題 五月天只要放到現在 你看現在有沒有樂團 唱他那個樣子的歌 沒有啊 沒有啊 真的 他就主流啊 五月天非常主流 非常主流 對 他的歌就是Mr. Children 就是他是好聽的 歌本身是好聽的 只是他用樂團的形式 所以 放到哪邊都ok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五月天的melody是 好聽的 耳熟 耳熟是有那個旋律性 你會記得的 對 所以他的旋律性 他的詞 他的內容 都會讓你覺得 是 不會受到時間的影響 而 減低了他的聆聽度 對 所以五月天放到現場 我認為還是會紅 還是會紅 當然不能是那麼老啦 因為他的市場還是要回歸到 看演唱會的那些人 那五月天現在看他演唱會的 從 二十多歲的大學生 已經變成中年 中年人 對 差不多 像我那種五十歲的女生 五十多歲的人還是去看 那就表示他的市場很穩定 今天 今天的他如果出來 是唱第一張專輯 然後是那個模樣 他一樣不會被歸類在Indie 他的melody就是一個一般團 他會讓你覺得好聽 不好聽 有感覺 沒感覺 很直接 你看溫柔擁抱 這個 對不對 這個 不打擾 是我的溫柔 這很好記啊 melody 不去想 為什麼 我的心 很好唱 很好聽 然後很有感覺 李宗盛的那個 山丘嗎 遠過山丘 不管是他今天二十歲唱 還是他八十歲唱 這個歌本身就很有張力 歌就有加分